肺结结与肺癌的话题大概已是老生常谈 首先肺癌是癌界大佬 而结结与癌症又是一一淡水 运气不好的时候 不用划船就过去了 所以一旦查出肺部结结 总是难免会引起不小的恐慌 良性恶性 会发展为肺癌吗 会不会其他癌症转移了 孤立性肺结结 是指在肺部单发 求刑 缘结清楚的直径小于等于30毫米 周围完全由充气的被组织包绕的 不罢肺不张 肺门淋巴结冗大 和胸腔肌液的病变 但不利性肺结结诊断也并非一事 尽管病毒少 要考虑的内容少 但可用于诊断的信息也匪乏 万一是肺癌早期 错过了就是一条性命 连床上大多采取不把恶性诊断 为良性 尽可能无冲的检查原则 一 概化 图一概化形态是意图 一 通常情况下 具有以上四种形态 极面慢性 中心性 层叠性和暴敏化样的概化 多考虑是良性病变 主要件于肉与肿性疾病和错构瘤 二 当出现其余情态的概化时 则多考虑外恶性结结 三 不过也有例外 即患者存在意消费转移的原发肿瘤病史时 上述原则就不适用了 例如 骨肉瘤和软骨肉瘤患者 会也出现弥漫性概化 以及未尝到肿瘤患者 可接受过肿瘤化疗的患者 会出现中心性和暴敏化概化 二 涂体质大小 临床上降会固域性结结 定义为直径小于等于三厘米的病葬 这个则称为种块 其性质也叫为单一 通常为恶性 所以探讨的重点主要还是直径小于等于三厘米的病葬 涂体质大小与恶性并变关系 研究者Steven Jay 完全就很细致的对FPM的大小与良恶性关系 做了一个总结 我们借花建国 在这里分享一下 在节节直径小于4毫米的2038个病例中 恶性病变率为0% 在节节直径427毫米的1034个病例中 恶性病变只占1% 而8毫米是一个分界点 在节节直径8-20毫米的268个病例中 恶性病变占了15% 当节节直径大于20毫米时 4分之3的病变都会恶性 3. 生长速度 除了观察当下节节状态 与之前的影像学资料相对比 了解节节的生长状况 也许SPM鉴别诊断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 一般认为 两年以上没有大小变化的节节 几乎就可以肯定是良性病变了 4. 节节形态 日本影像研究表明 多面形节节和3为笔直 1月78日的节节 多是良性节节 存在于为的外人 胸膜下的节节也多为良性 图3左图为横断面图像 右图为观状重建图像 5. 节节边缘 病变的边缘形态 是判断两恶性的重要意志 孤立性节节也不例外 图4并变为方式冠针 在边缘处有真状突起 变形地 节节边缘表现为放射灌针 则恶性病变得可能性很大 若节节边缘成分力或扇形 则不能确定其性质 需要进一步评说 若节节边缘光滑 则良性病变得可能性很大 但需要排除转移流 6. 空气质气管征 图如空气质气管征图像 图中 蓝色粗箭头所指示的为限量充气之气管 蓝色系箭头所指示的为毛状充气之气管 眼睛发现 空气质气管征常出现于肺部恶性节节中 最常见于肢气管肺泡胺和腺癌 结合以上内容 先学现用 各位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左右图哪个更像恶性的 图流患者肺部影像是一图 左侧的病造边缘成毛刺状 并且在其内部有扣量区 右侧微微叶状 并有一些毛刺状放射到胸膜上 来不均置 基于这些发现 我们考虑左侧的病变是恶性的 事实证明 左侧图上来自腺癌患者 而右侧未真菌感染 你答对了吗 七 食指节节加毛玻璃样改变 眼睛发现 食指性节节加毛玻璃样改变 很有可能是恶性病变 食指性病变和毛玻璃样病变 各自的占地不同 恶性病变的可能性也不一样 具体我们总结为下表 表一 食指节节与毛玻璃样改变的占地 与恶性可能关系 第一 图气部分 食指节节 包含毛玻璃样成分 上图影像中的病造 根据表中的原则 属于部分食指加部分毛玻璃形 大度怀疑恶性病变 第二 图发左图 恶性病变可能为五分之一 右图恶性病变可能为三分之二 上面的影像中 左侧只有磨玻璃样成分 而右侧就含有磨玻璃样成分 又有食指节节病变 并以结果考虑左侧恶性病变的概率为一比五 右侧恶性病变的概率为二比三 八 节节大小 肺部CP增强扫描 可以发现更为隐匿的病变 同时也可以更好的 鉴壁性质不够明确的病变 如果增强扫描的增强CP值 15HO 则良性病变的可能性为99% 图九基线扫描和对比增强后的扫描 上图中病变无明显增强 考虑良性病变的可能性大 不过这个原则尤其是用范围节节满足下列条件时 方可使用 FPM直径5毫米 FPM近似球形 FPM直径均匀 没有坏死 脂肪和钙化 FPM无视线硬化为影 九 SAT 及及FCT诊断FPM之前 首先我们了解下肺部SAT的成像原理 肺亚细胞的性活跃 具有葡萄糖的摄取和带性 明显高于周围正常组织的特点 18楼FDG进入肺亚肿瘤组织后 在鸡糖节眉的作用下 磷酸化生成 又磷酸FDG 后者不能参与葡萄糖的进一步带性 而滞留于肿瘤组织中 FCT通过测定18楼FDG的摄取情况 确定并变得良恶性 所以 FCT检查对于大于一厘米的SATM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尤其是困合性毛玻璃节节和实性节节 准确率在80%到90% 对肺小节节的诊断价值明显较低 基本无法确诊小鱼 等于8毫米的SPM的性质 同时患有肺心癌的病人 FCT检查为假阴性 FCT检查 有以下特点 跟鸡感性高达95% 但特异性较低 只有81% FCT在肉眼种性疾病中会表现出假阳性 对小鱼10毫米或乐性较低的节节 包括知青管被泡胺和烂胺 由于有活力的肿瘤细胞数量上 在场表现为假阴性 综上所述 在FPM的鉴别诊断中 需要观察节节的概化形态 大小 生长情况 节节节节节别源形态 重点关注有如辐射针 防波力量 空气支气管针 以及三维比值等概念 在临床实践中 也要灵活应用 FCT辅助诊断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